这个是家里种最多的就是车前草 如果我们包玉米水 我们都会放加进去做配料 它有利料的功效 所以我们常常包玉米水的时候都会放这个下去 这个是车前草 现在要分享的一个家种草药 车前草 附近人叫做亭棍草 就是他的附近人叫的一个名称 这个车前草 也是一个民间广泛使用的一个植物 家家户都常种的草药 那么民间怎么用呢 民间都是用在利尿 这个利尿就是我们讲的民间小便不利 小便有灼热 民间都会习惯把这个车前草包生玉米 加这个玉米一起同煮的 现在我要介绍他的那个车前草的正确的那个功能 他的味道是干的 味干有寒 属于性寒的一个植物 他这个车前草肯定是喝了以后都会有利尿的这个作用 因为他有清热利尿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止渴化痰 止渴化痰是全草可以用在止渴化痰 但是你分开了车前草和车前肘 它有两个不同的功效的 车前脂 它就是强在于止渴化痰为主 车前草 它就是以清热利尿为主 那么两个如果加在一起的话 它两者都有 那么这个车前草 还有一个就是吃前脂的外客 叫做吃前脂客 它的外客其实在有机店里面可以找得到的 他们拿来做什么呢 拿来泡水喝 拿来做减肥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习惯把这个吃前脂客 那加入这个聚落 聚落这个粉 然后两者加起来 泡水喝 那么就有耐饱的作用 一方面又可以把一些废物排除 然后一些牛脂也可以排除在外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应用不同的 在于这个中药药店里面有车前草 有 民间就是用方法不同 在中药店里面 白纸柜中医也常用的一个药 就是车前草 它其实是中草药 它又是草药 它又是中药 所以它这个植物是一个中草药来的 吃前草这个药物其实是很好的 它对于这个避尿系统的疾病 very good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它对于一些 它利尿嘛 有这个对于这些我们讲的肾结石 膀胱结石 还有这个尿道结石 它有这个去除这个结石的这个作用 吃前草对于这个治疗结石这种病症的应用方法呢 我分享给大家 那么新鲜的也可以用 干的也可以用 那么怎么用呢 车前草如果有新鲜的话 我们民间都是一把一桌即可的 我们讲用量 当你结石的时候会疼痛的 如果比如讲圣结石 尿道结石或者是胖胺结石都会疼痛的 小便不处的 我们一般上用新鲜的车前草 要用上90克 或者是用到120克新鲜的 全草 连根 那么可以加上一少许的那个 我们讲这个生意米 一羽人 民间也很习惯用这个生意米 生意米不要用手的 用生的 大概用50克到60克 两者 那么包的时候呢 一定要连续服用 7天或者是8天9天都可以 要连续服用的 不能是喝了一两剂 然后停掉几天来应用 那个效果就差了 要注意就是 服用这个吃前草的治疗 这个结石症 有利尿作用 喝了以后会很多尿意的 这个要注意 但是不要太过于晚喝 太过晚喝 可能你要起床好多次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 就是说它越有利尿作用 都要把里面的那个肮脏的东西 我们的那些不必要的东西都排出来 一般上我们讲的结石症 都是不容易处理的治疗的一个病症 因为结石是顽固的 我西医跟常常说 有可能嘛 因为这些东西 确实有这个作用的 因为这个药物有起到这个叫做 慢慢的把这个里面的硬食 慢慢的碎离下来 就碎我们讲的排出在这个体外 就从尿而出 所以这个车前草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车前草属于含粮的一个药物 就是注意就是 用量不可以超过一个人的一个病症轻重而用 我们讲的就是 力尿的这个太过的话 会伤及了我们的肾功能和这个脾胃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这个吃前草的用量不可大 感谢观看